这个剧本的时候你已经知道男主角就是冯少宏演了吗 不知道 其实这个剧本是先来是先找到我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偷懒没看 然后他就先看了这个剧本 然后就说这个剧本就得我俩来演 就觉得特别好 这样和恋人合作的方式拍电影 跟你和其他的男人拍电影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可能 不是说可能是一定会很自然 就很多化学反应是不用演的 对对 但是也有些因为有可能太熟悉了 就是比如刚认识的那种小的那种火花 可能还是会得注意一下 但平常生活里的这些戏 基本上就不太需要花时间去磨合 在生活里面你会有那样歇斯底里吵架的一面吗 我觉得会有吧 这每一个吵架都是一个窗口 为你打开另一扇门 我就觉得通过这些吵架争吵 你能够越来越了解你自己 了解到他 那如果是你碰到喵喵这样的事情 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可能会采取一个更恰当的 后技巧性的方式来解决 你 谢谢大家